婚前将近 女老板却被查出子宫激流 她的子宫能够保住吗 她还能结婚生子做母亲吗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她的男友又将如何面对 还有我的心就我的心血 你讨识子宫切除之后即将为您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äuf距离 以前从然后新闻 以前当然...... 因为这一杯地刷律 我知道我现在明白了 而且我也想忘记这个 这一辆 immediately 在这二生下里 放到这些软件里 她 pump着 Una農鞈滚 女人 头 tier 比白酒度数低 所以这酒不会醉 没事的 喝干它吧 大利亚 别看书了 就如我们 我太热了 你热了 来我给你捡 大利 大利 你没事吧 大利啊 你 你怎么 大利 喂 120吗 我 我这 我这边有人晕倒了 可能是酒精中毒 麻烦你们过来一下 好 谢谢啊 大利 你没事吧 你别吓我 你 你别吓我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迷途 我是康健 看了刚才的短片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会感到很奇怪 在短片里头的那些男女 明明正在亲热 这男的怎么突然之间就倒下去了呢 这俩儿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又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悲剧呢 要说清楚这些 咱们呢 还是先从刚刚的这个女人说起吧 这个女人 名叫张蜜黄 今年三十二岁 是中文眼中的父姐 七年前 她在男友杨文斌的协助下 白手起家 创办了一家公司 为了创业 两个人的婚期一推再推 两年前 公司运转不如正轨 生意越做越大 张蜜黄成为了 小有名气的女强人 此时 两人将婚期提上了日程 结婚前 按照规定 两个人一起进行了婚戒 而这次婚戒的结果 却让两个人大吃了一惊 一看到那张婚简单 我就懵了 我被查出子宫上 斩有肌瘤 我又去了我们市里 最大的一家医院复查 复查的结果竟然是恶性肌瘤 必须做肌瘤切除手术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 张蜜黄决定 在当地最好的医院 做子宫肌瘤切除手术 手术前 张蜜黄再三告诉医生 他还没有结婚 还没做母亲 希望医生在手术中 一定要慎重 让张蜜黄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手术过程中 医生怀疑张蜜黄的子宫肌瘤 已经出现了癌病 在没有症到病人 以及病人家属的同意之下 擅自将张蜜黄的子宫 以及卵巢切除了 出院之后 得知自己子宫卵巢被切除 张蜜黄气得当早昏了过去 张蜜黄 气得当早昏了过去 我只要跳 我都抱着我 李华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再说了 你就再去想 它也没有什么用 我能不想吗 你想想 我们现在都还没有结婚 我都还没有生意酒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家永远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小孩 李华 也许还有其他的办法 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 咱们可以去做试管阴了 试管阴了 我连子宫都没有了 还怎么做 张立华家公司就交给了这个杨文斌一个人来打理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理 就到处去求医问药 然而张立华跑遍了北京 上海各大医院 得到的答复都是 没有子宫 根本就不可能做试管婴儿 这一下 张立华真的是绝望到了极点 在四处打听的过程当中 张立华还了解到 他的子宫肌瘤切除手术的医生 可能有失误 有专家告诉他 即使是恶性的肌瘤 只要癌细胞没有扩散 就根本没有必要 把整个子宫都给切除掉 只需要将肌瘤 剥离切除 也就可以了 在家人以及男朋友的支持之下 张立华就找来了权威的肿瘤专家 来做了一个鉴定 最后得到的结论是 他的子宫肌瘤属于良性 当初给他做手术的医生 原来是出于手术方便 急不负责任的就将他的子宫和卵巢 全部给切除了 我这下才认得医生没有经过病例检查 也没有征求我的同意 就把我的子宫和卵巢切了 原来这是违法的规定 这种做法我可以告他 一期之下 张立华将那家医院告上了法庭 索配五百万元 但是由于证据不足 法院却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张立华不服继续上诉 正所谓服无双制 祸不担心 就在张立华忙于打官司的期间 他的公司却出了一连串的事 先是公司新买了一辆 价值七十多万元的车不见了 接着又发现 公司的好几笔资金去向不明 公司管理也混乱不堪 员工仍心涣散 而杨文斌作为公司代理总经理 却时长不在公司 不仅如此 张立华还发现 杨文斌开始找种种借口躲着他 不像以前那样在乎自己了 为了知道男友的想法 张立华决定当面问个清楚 文斌 现在公司的事情辛苦你了 你都瘦了 这段时间公司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 我知道 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靠你一个人 出点差错也是难免的嘛 可是只要我们两个 就像原来一样携手共进的话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对吧 我知道了 我会尽量处理的 立华你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我没 你就不能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吗 你们那么长时间没有在一起了 今晚你就留下陪我好不好 李华说真的 公司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也很内疚的 那里丢失了车的事 我会救回来的 我理解你的心情文斌 可是这些公司的事情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呀 你就留下来陪我一晚上都不行吗 我知道那辆车的事情 可是只要我们一起努力的话 大不了再买一辆嘛 李华我已经买好飞机票了 今天晚上七点的韩半 我先走 你怎么走就走呢 让张丽华万万没想到的是 杨文斌这一去就再也没有了阴性 而且公司的车和几笔近百万的资金 也随之是彻底的没有下落 杨文斌的手机当然是打不通了 亲朋好友个个都问了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去了哪 张丽华又苦等了一个多月 还是不见杨文斌的踪影 这让张丽华是遭受到了一种 比疾病还要折磨人的痛苦 他虽然不敢相信 杨文斌就这样抛弃了他 挟款潜逃了 但是事实已经非常残酷的摆在了他的面前 他不得不去公安局报了案 在数月之后 警方在北方的一个小县城里 将杨文斌连人带车一并抓获 与杨文斌一起被抓的还有他的情人肖母 在审讯室里 当张丽华见到了这个复兴的男人的时候 身心疲惫的他 连责骂的力气都几乎已经丧尸了 你没谈到什么 什么人都是 说吧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丽华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 这一句对不起 文斌 我们在一起十年 整整十年 你以为我愿意 对 十年 是十年 可是这整点十年里面有我一致的真爱 还有我的心血 我的心血 你以为我就 便一抛弃了 文斌 你 有什么想法 你可以跟我说的呀 你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呢 还有 那个女的是谁 你都能给我一个交代吗 丽华 我是农生出来的 思想很传统 我看没有孩子 我不能再跟你在一起 刚好那个时候 我就遇到了 就因为他能给你生个孩子 你可以跟我说的呀 大不了我们可以领养一个 你会受到多违法的事情吗 怎么能这样伤害我 来个结婚 他已经有了我的孩子 我要是和你说的话 我还怎么拿公司里面的钱 因你的性格 我估计跟这也拿不到 子宫被切除后 他的身体 他的公司相继出现了重大问题 偏偏这时 相爱十年的男友 突然人间蒸发 厄运激烈熄来 跟男友有什么区别 他将怎样来处理这一连串的味道 听到了杨文兵的话呀 这张丽华是心如刀割 他觉得说到底是自己的运气太不好了 如今男友被抓了 自己也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倒霉到了极点 但是他还不知道 更加糟糕和不幸的事 还在后头 大约在这个张丽华的子宫和卵巢 被切除一年之后 他的身体 渐渐地出现了一些男性的特征 他的心情 也因此而变得是胶着不安 张丽华一下子 如坠入了万丈深月 他在不断上搜的同时 开始沾转于各种妇科医院 寻求两方 专家告诉他 他身上出现了这些变化 主要是因为子宫和卵巢被切除后 影响了雌性激素的分泌造成的 吃了一些药 可以刺激雌性激素的分泌 但一是副作用很大 二是也只能缓解病气 不可能达到根本的质量 我会刺激素的分泌 喂 汪晴啊 那同学就会我就不去了 没什么没什么就不想去了 就这样就这样 拜拜 来了 来了 丽环 你怎么又不去了呢 不是稍后就同类出会了吗 怎么了 你哭了 没 没有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不会是 还为你的杨文斌伤心的吧 哎呀 不是了 忘记你跳舞现在这样子 跟个男人有什么区别 你不是开一些激素的药吗 哎 要是那些药真的有用 我现在也不会这个样子了 连专家都说了 那种药只能暂时的缓解一下 根本就没有作用的 哎呀 也是 激素类的药也不能吃多 我有一个办法 保证有效果 还没有副作用 什么办法 哪有这种办法 外面写到的 它不合适吧 这有什么呀 你想 我们女人 本来就是要男人自认的办法 你谈恋爱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皮肤有光泽 还很有强度 我现在有点道理啊 哎呀 但是我现在这样子 哪个男人会要我吗 这个 那种男人 那种男人怎么了 你就当男人是药嘛 你有钱 你去买药 这很正常很合理啊 有什么问题吗 哎呀 你别纠结 别犹豫了 你就听我道 方便有点小 有效果 汪秦走后 张丽华思前想好 觉得汪秦说的也有些道理 但她总觉得 如果真的没有真正的爱情 只是处于某种目的 和男人上床 她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但是 看着自己 日渐明显的男性化特征 张丽华既感到恐慌 又很迷茫 那段时间 我真的是太痛苦 太纠结了 慢慢的 我也开始觉得 总是这样 把自己封闭起来 说不定哪天 身体没垮掉 人先疯掉了 我决定试一下 汪秦给我讲的那种法子 打定主意之后 张丽华开始 出入一些 声色全马的地方 物色 帅哥亮子 她觉得 也许是自己的病情 真的会 因为这种服务 而有所缓解 但是 当她终于鼓起有气 当一名帅哥 带回家之后 才知道 事情 其实远不是 她所想象的 那么简单 要不咱们在这儿开始吧 等一下 什么 你先去洗洗吧 先去洗洗 吃点 吃什么 你吃点什么味道 怎么那么难闻 还能怎么 也麻烦着 干净呢 阿 我 我 你吃点什么味道 哎 你還沒有告訴我呢 你剛剛到底用的那什麼香水啊 沒什麼 我噴了點催情藥水 催情藥水 啊 你真噁心 你跟我走 我去 不是說好一晚上的嗎 反悔啊 不用催情藥水 就你那個死要的 你讓我怎麼辦事啊 你以為我想啊 由於男性的特征是越來越明顯 他就覺得自己啊 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第一吞服大量的激素類藥物 變成一個不堪入目的醜女人 二呢 繼續尋找性夥伴 這種刺激雌性激素的分泌 左思右想 愛美的天性讓他選擇了後者 雖然有的時候在接受 與陌生男子苟合之後 他會感到一陣一陣的噁心 不舒服 甚至是後悔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他又慢慢的覺得 這種方法似乎還是有點作用 他的病情也有一定的緩解 他也沒有像以前那樣的煩躁 不過張立華始終認為 這個仍然不是長久之計 他仍然在幻想著尋找一份真愛 一天 張立華在辦公室看報紙的時候 無意中發現 一則招聘起誓 讓他大手齊發 他突發奇想 自己可以用公司的名義 招聘保鏢 然後 與自己看中的人 簽訂合同 這樣 別在業場胡混 不是好很多嗎 第二天 他找到一家中介公司 等級招聘專用司機和保鏢 條件是 人本分身體強壯 這一招還真管理 很快 就有很多人前來一批 讓張立華非常精細的是 他在這些人中 意外地發現一個叫王大利的人 聲嘆 感覺 酷似他以前的男友 楊文斌 那天來應聘的有四個人 王大利就在其中 是從郊縣來的 他的感覺太像楊文斌了 我承認直到現在 我都沒有忘記文斌 你想想 我和他在一起都十年了 怎麼忘得了呢 我把其他人都叫走了 單獨留下了王大利 請進 請進 這樣坐 這邊坐 請坐 你叫王大利是嗎 你知道我為什麼選中你嗎 我選中你的原因是 我覺得你長得特別像我原來的男朋友 大利 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現在說這句話的意思 也希望你能明白我之後說這句話的意思 張總 您就說您讓我做些什麼事吧 您直接點說 你的工作就是 負責和我單獨相處 就 就是像男朋友那樣 包括 在我家裡 還有我的臥室 張總 我還不是很明白 我的意思也就是 希望你 就像真的做我男朋友那樣 沒事你放心 你的工資將會是整個公司最高的 甚至比其他員工還要高出好多倍 錢的事你放心就行了 你明白了嗎 那個張總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給我幾點時間了嗎 行 好 行的謝謝你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給我 你給我 王大力沒有當機答覆 張立華覺得 在一連串的不幸之後 王大力的出現實在是一種奇蹟 他一定要想親親方把機 把王大力留在自己的身邊 也就在這期間 張立華一直堅持大的官司 終於有了結果 在法院的調解之下 一月向張立華盜竊 並支付了一百五十萬元的賠償金 這讓張立華更是信心倍增 他覺得現在有了更多的錢 不愁買不下幸福 十天之後 王大力前來回話 他同意了張立華的要求 但同時提出 讓張立華給他兩個月的適應期 見王大力同意了 張立華非常的高興 對於王大力提出的這個適應期 張立華也覺得應該的 他自己也希望王大力能夠 與他真正的情投意合 但是兩個月的適應期很快就過去 這個王大力與張立華的關係 始終沒有實質性的突破 這也讓張立華非常的著急 他擔心啊 再這麼下去 自己的身體狀況很可能 會越變越糟 男性特徵也會更加的突出 到了那個時候 恐怕更是會讓王大力退避三省 甚至會因此而失去了這個王大力 一天下班的路上 張立華看到一件成人用筆商店 他突然想起 店裡好像有一種難用內服的催情藥水 這讓他的腦海裡閃過來一個念頭 也許這催情藥可以讓王大力對自己產生感覺 只要有了第一次 那麼以後就好辦了 於是張立華進店買了催情藥水 並在當天晚上 將王大力交到了自己的家裡 然而王大力並不知道 自己這一群變成了永遠的絕筆 我 我 喂 120嗎 我沒有想到會這樣 120來的時候 他已經不行了 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走了 我無意中害了他 也害了我自己 我真的好後悔啊 張立華倒在紅酒裡的催情藥水 怎麼會置人於死地呢 原來張立華並不知道 王大力有突發性情藥病 而催情藥水裡 還有大量的誘發性藥病突發的免送 容易導致猝死 由於王大力死因其特 警方介入調查 張立華因此被刑事拘留 平靜如水的生活 是誰 飄起了五指的紛爭 波蘭附京的嘗試 是誰 留下了最末的印記 365億 揭開365個真相 365段傳奇 見證人間飛行 動穿幕後真相 傳演世間真情 迷途正大講述 可能有的觀眾會問 這個張立華是無意的呀 怎麼會觸犯法律呢 其實呀 張立華雖然是無意的 但是他的行為 直接的造成了王大力的死亡 已經構成了過世殺人罪 之後呢 這起案件引起了當地一些專家 學者的關注 有專家就指出呀 張立華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 但是他的企圖 用性 改變身體男性化的手段 是沒有科學依據的 專家還說 如果說張立華能夠放鬆心態 積極的治療的話 身體呢 是可以漸漸恢復的 可是 如今說什麼都已經完了 咱們回過頭來再想想 今天這起悲劇的始作俑者 還是當初那個 極不負責任的醫生 在這兒呢 我想對所有的醫療工作人員說一句 一定要本著 認真負責的態度 因為 您的每一個決定 都有可能影響到 病人的一生 好的觀眾朋友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謎途 我是康健 下期更精彩